大S和聚俊叶的婚姻是假的,就是为了炒作 大S的连续剧又更新了,据媒体报道称 大S和聚俊叶的婚姻是假的,就是为了炒作 让大S热度,然后让大S付出挣钱 而现在他们都是互相嫌弃,形象都是装出来的 尽管不知道这个信息是真是假 但是从大S和聚俊叶结婚到现在来看 大S的热度确实比以前高了很多 不仅如此,聚俊叶在弯弯的知名度也打开了 钱和大S按比例抽取 重点大S是从和聚俊叶结婚后 仅仅从王小菲那里就获得了不少利益 可见大S付出是假,主要是为了制造舆论 激怒王小菲,然后做渔翁之力 说起国民女神大S,作为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 她的一举一动都深受关注 尤其是在感情生活中不仅是与王小菲之间的爱恨纠葛 聚俊叶之间的现状,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虽然大S早在去年就退出了娱乐圈 把心思放在了家庭中 但大家对她的关心丝毫不输于以前 一旦大S出现任何风吹草动 都会被广大网友围观 大S在深夜被爆出了大光 可以说这一消息的爆料 让大家对于大S这个人 又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有消息称 大S与剧俊叶的关系 并不是大家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 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或许在表象的背后 还有很多大家不知道的 大S去年向大家宣布结婚消息时 所有的网友都感到突然 毕竟大S在和王小菲离婚之后 从没有透露过自己恋爱的消息 她突然宣布结婚 难免令大家感到震惊 再加上大S和剧俊叶在闪婚后 频繁出现在各大综艺节目中 不断秀恩爱 也是令大家更加相信了 他们的感情是真的 大家都被骗了 其实大S和剧俊叶的婚姻 只是商业合作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夫妻 看到这里或许很多网友非常好奇 就算他们是合作关系 为了合作他们不惜闪婚 甚至剧俊叶也搬到大S家和他同住 如果只是合作的话 剧俊叶不至于这样做吧 其实在细想想就知道了 有句话叫做戏做全面 就算剧俊叶搬到了大S家 甚至还在节目中讲述两人婚后多么幸福 也不见得就是真的 因为剧俊叶就算搬到了台湾 每天和大S同住一个屋檐下 而大S家面积那么大 剧俊叶完全可以住到其他房间 再加上他们如今都在同一个公司 因此公司安排他们捆绑营销 目的是共同付出 之所以选择让他们捆绑 是因为他们都是一类人 这类人就是过七亿人 曾经都大红大子过所以才选择让他们绑在一起 让大家相信 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做好铺垫 不得不说 以真爱为营销手段 真的是颠覆了大家的认知 娱乐圈很多明星没有热度和名气之后 都会以各种理由营销自己 让自己东山再起 但大S和剧俊叶的这种方式 实在是令大家无法接受 如果这是真的话 那么据俊叶曾经说自己被大S煮泡面 抱着他上厕所 甚至为他吃饭等等 都是为了炒作而编造的吗 如果这一切都是剧本的 话那只能说大家都被骗得很惨 两人结婚这么久 甚至网上都传出大S生了三胎的消息 两人竟不是夫妻关系令人大叠眼镜 真的不知道两人的这场闹剧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收场 希望两人能够早日给网友一个交代 让大家知道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 汪小菲与大S离婚后 两家人有吵不完的架 打不完的官司 汪小菲与大S 一个忙着告上法庭 一个忙着去法庭内容 每一次都是新鲜的 近日汪再次前往台湾 是他与大S的官司又一次败诉 对此汪小菲不服决定上诉了高等法院 最新判决大S仍然是两个孩子的监护人 汪小菲依旧每个月将扶养费转到指定账户里 从爸爸的角度来说 汪小菲对两个小孩子很走心 暑假不允许带回北京 就带着小孩子去东京旅游 儿子汪希领与奶奶张兰在直播间嬉闹的画面很有爱 当黄子脚曝出大S吸毒 他马上飞到台湾 把两个小孩子接到自己经营的酒店里住 官司败诉后的汪小菲回答记者的提问 生活中难免会有不顺心的事情发生 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科学合理面对 中秋了 最期待的还是想约孩子出来一起聚餐 记者追问大爱和回复 汪小菲透露说 顺其自然看情况而定 小菲好友李博骁近日在网络上发布了一则视频 爆出更多大S与汪小菲的离婚细节 李博骁透露汪小菲当初不想离婚 抱着复婚的心态才签下不平等的协议 直言被大S设局坑汪小菲 并称大S毫无人情味 离婚协议里写着 子女教育费 财艺费 重大医疗费 孩子保姆工资 司机工资 大S现在住的房子房贷 装修费 维修费 水电费 管理费 信用卡欠的钱 全由汪小菲承担 显然大S要什么 汪小菲就答应什么 离谱的是暑假汪小菲要接孩子回北京 大S妈妈提出要求汪小菲6000万元现金 还有麻溜的总经理安总做担保 意外的是 汪小菲与大S离婚没有多久 大S高调与聚俊叶结婚 两人结婚后 还睡着汪小菲为大S购买的价值百万床垫 真把汪小菲给气炸了 过分的是 大S与聚俊叶结婚的嫁妆 也是刷汪小菲卡里的钱 是每个月给两小孩的抚养费 总而言之 大S与汪小菲不断上演连续剧 围绕的问题 表面上看似为了两个小孩 其实离不开前 肉眼可见聚俊叶领包入坠大S家 另一个角度来说 强势的大S 十分喜欢这类的男人 很大的原因容易控制 说不好听的 大S与聚俊叶才是天生一对 两人20年没有见 仍然相爱对方 通一个电话就可以轻松步入婚姻殿堂 对于大S来说 不怕被别人拿来当画饼 只要自己喜欢即可 汪小菲大S离婚后 两个小孩和妈妈一起住 是问那个小孩子不愿意跟着妈妈在一起呢 妈妈要比爸爸细心 对孩子认真用心 前几天汪直播时 女儿小院对着她说 我不想让你再生小孩 女儿一番话让汪小菲顿时愣住 不知该如何回答 爸爸再婚再生小孩 意味着小院 弟弟的父爱就分饱了 小院儿小小年纪说出这样的话 不知道她是缺乏了安全感 还是缺乏爱呢 反正爸爸汪小菲比妈妈大S 今年不停地开私 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 汪小菲与两个小孩相见那么难 建议她再生小孩 汪与大S 一直在较量 除为大中共献茶余饭后的话题 两人的仇恨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闹得人尽皆知 汪与大S 将两个小孩的感受视而不见 难道他们就完全不知道吗 父母行为可能影响孩子一生 父母不停吵闹 会为孩子带来难遇的伤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